传统的肿瘤治疗一般采用放疗、化疗、手术等方式,因副作用多,患者较为痛苦。 血管介入疗法,由于精准、创伤小、副作用少,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 依据操作原理的不同,它可分未借入罐柱术、介入栓色术、介入栓色化疗术。 介入载药栓色微球疗法,在传统介入疗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疗效,将栓色于载药功能合二为一。 载药栓色微球,在欧美的临床使用时间长达20年,安全性高。 它是由聚合物或陶瓷等材料制成的微小球体,直径一般在50至1200微米之间。 微球具有良好的悬浮性、吸水性、可压缩,使得它成为很好的栓色剂,并实现载药功能。 它可以吸附抗癌药物,并保持长时间高浓度的从肿瘤内部释放药物。 首先,将抗肿瘤药物加载到微球内部,在医学影像设备的导引下插入导管。 将载药栓色微球,引导到肿瘤的供洗血管中。 微球的比重和血液一样,可在血管内悬浮前进,随助血流浆、肿瘤血管堵塞。 微球里携带的药物,持续两周在肿瘤内部释放,充分有效地与肿瘤细胞接触,杀灭肿瘤细胞。 肿瘤在缺氧缺血的环境下,长时间和抗癌药物接触,逐渐凋亡坏死。 相比全身化疗,即传统的介入疗法,介入载药栓色微球疗法具有更加的靶向性,可有效地将药物送达靶向肿瘤部位。 微球属于永久性栓色剂,突破了传统介入疗法,栓色剂可能飘移或者随时间稀释的瓶颈。 微球所载药物,缓湿时间久,抗癌药物可持续是放一个月以上,药效持久度高。 同时,肿瘤局部药物浓度高,全身循环中的药物浓度低,毒副作用更低,安全可靠。 介入采药栓色微球疗法,被广泛应用于肺癌、肝癌、乳腺癌、胃上腺癌、前列腺癌等实体肿瘤的治疗中。 圣丹福广州现代肿瘤医院是由新加坡彭瑞利集团和博爱中国企业集团合资建设的,以肿瘤治疗为专长的肿瘤专科医院。 不仅拥有国际先进的18大微创致癌技术和专业的MDT医疗团队,为许多癌症患者带来了抗癌新希望。 还是中国卫生部主管的国际化肿瘤医院和美国JCI医疗认证的肿瘤医院,圣丹福广州现代肿瘤医院一直秉承一切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宗旨,为每一位患者提供高品质医疗服务,与所有癌症患者们一起携手抗癌。